第一步 赤 我們通常叫雙技癮 我們現在看看 這個已經是散 當散 這個是鹹 這個就是死散 這個就是這個意思 路上的酒 和酒路等等一定有關係 以這個 斥的步手 舉了幾個例 綁著 我們用這個鋼筆 通常我們 使用這個火 都是雙腳有關的 雙腳有關 可能是雙腳 總之就是雙腳有關 總之就是雙腳有關 這個呢 人在地上 和雙腳可以走 這就是雙腳有關的問題 這不是雙腳在地上 是 這就是 喪治的美感的問題 所以 很多時候 金文隔骨 這個步手應該 平常調去 左右 又上 又上下 他除了表示 有意思之外 還有 他的美感 所以 不可以 和現在 寫字 那個 不罪 去看他 後期 讀金文隔骨 然後再加 這個 最初期 就是這個 更加強調 走路 在街上 發覺了 很多 我們用的字 步手 後期有些加上去 這個 微字 最初是 只是這一個 又是 後期才加這個 這個 紅蓮姐 多了就是這一邊 得著 沒有得就行了 得著的 同樣 都是後期才加 這個 所謂相機人 的 斥步 今天 差不多 這個 什麼 眼的直觀 是 後期呢 再加深 再去 尾 才有 這個 這個 直深為德 你看到某些事情 或者某些事情 發生 你不需要乾過你的考慮 幾年的思慮 就會去做不一樣的 這個 就是你 可以 你看到小童哥 走出馬路 很危險 你想不想 一撲撲出去 就 啟了 這個 就行 你不是 你繼續想想 看看有沒有記者 你 給我看 舊小孩 一張照片 這個 就行 這個 是曲心 不是直心 故人造子 很有趣 你 看 看 你 你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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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看 你 看 你 看